九九重阳节前夕吉安厢游淑珍亲自拜访了今年的新科百岁人瑞 看到长辈们子孙孝顺家庭幸福游淑珍非常感动 同时她还表示今年度吉安厢70岁以上长者的近老重阳礼金 可以免手续费直接转会到老大人的账户 减少老人家来回奔波辛苦也考量到交通往返的安全 九九重阳节前夕吉安厢长游淑珍亲自前往今年新科百岁人瑞家中来拜访祝福 看到老大人们身体硬朗子孙孝顺随事在册 游淑珍相当感动 她也期许乡公所要继续推动长者福利政策 让吉安厢成为银法族幸福安养的好地方 自信宜居安养乐活在吉安 今年满一百岁的人类在吉安总共有五位 所以我们一一的来拜访 看到老人家头脑聪明 而且呢言谈举止非常非常的开朗 悉你就是无限的欣喜 尤其啊会打麻将会唱歌 会请子孙带他们出去走走 我相信这就是乐活安养在吉安最快乐的一件事 久久重阳即将来临 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记得家里的长辈 我们看看他逗逗他陪陪他 希望我们年老的长辈 在安养的时刻里面 有亲情相伴 有家人相随 可以带来更温馨的这样的一个晚年生活 带来无限的快乐 游淑珍表示 今年度吉安乡70岁以上长者的 重阳敬老礼金 可以借由转会直接进入老大人的账户 减少老人家们来回奔波 也考量到交通往返的安全 而相关的重阳敬老礼金领取细则 可以下吉安乡公所的网站 或者是联络成干事来办理 介络会简香报道